司马懿去世后,司马师继任大将军,独揽朝廷大权,司马昭则经常在外领兵作战,兄弟俩一个主内,一个狱外,齐心合力共掌曹魏军政大权,其权势地位愈加稳固,但自古以来兄弟为权力而反目成和的例子比比皆是,春秋时期,齐国公子小白与哥哥公子鞠为争位而兄弟相残,最终继位的齐桓公逼迫鲁国杀害了哥哥公子鞠, 司马师自高平陵之变以后便牢牢掌握了曹魏大权,在司马一死后,司马师,司马昭兄弟同掌曹魏大权,在权力面前却为何没有反目成仇呢? 这里是史约馆,订阅我,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。三家归近,三国纷纷扰扰几十年,最后却让司马师渔翁得利,成了终极赢家,司马师的成功,是和司马师,司马昭两兄弟的同心协力是分不开的, 司马师,司马昭兄弟的祖父司马芳很能生,一共生了九个儿子,九子之中,长子司马朗任眼周刺史,刺子司马义,一手奠定了后来晋朝基业, 被晋五帝司马炎追尊为宣皇帝,妙号高祖,三子司马福历时魏国五代皇帝,忠于魏国,西晋代位后被封为安平王。 但他至死仍以魏臣自称,余下几个儿子全部封侯,可以说司马家族至显贵,在整个三国时期都不多见,而巧合的是,司马懿在生子方面毫不逊于欺负司马芳,同样生了九个儿子,其中司马师,司马昭,司马甘三兄弟都是司马懿正妻张春华所生,是嫡初子, 剩下的几个儿子都是急切扶夫人,张夫人,百夫人所生,是树初子,在嫡树有别的封建社会,司马懿最终还是要将大权交棒给嫡子,而司马师,司马昭作为他最年长的两个儿子,自然格外受到重视,兄弟俩早早就跟在父亲身边。 接受各种历练,在司马懿九个儿子中,司马师既是嫡长子,也是最受司马懿器重的儿子,近书评价司马师是雅有风采,审议多大略,年纪轻轻, 便与当时名氏夏侯玄,何彦齐鸣,司马师为人沉着干矣,遇事不骄不躁,我们从高平陵之变就可以看出,司马师和司马昭兄弟两的差距,魏家平元年,249年,太夫司马懿,成大将军曹爽,陪魏帝曹芳,前往高平陵扫墓,发动政变,控制洛阳京师,一举打倒了曹爽兄弟和他们的党羽,攫取了曹魏大权。 而这一起事变中表现最出色的,正是司马师,事变前夜,司马懿将计划告诉司马师与司马昭,面对如此大胆,一旦失败,必将诛灭九族的计划,兄弟俩的反应却各不相同,意思是说,司马师知道父亲的计划后,像平常一样该睡睡, 司马昭却紧张得一夜睡不着,遇大事临断,沉着果异,心思沉溺,这正是司马师比司马昭厉害之处,到了事变当日,司马师已经集合军事,在司马门等待司马懿发号施令,当初,司马昭阳死士三千,散在人间,正为今日而准备。 一朝而及,众人莫知所出,看到司马师内外安排周全,司马懿颇为感叹地说,我的这个儿子,竟然这么厉害。 高平陵之变成功,确定了司马师接班人的地位,魏家平三年,司马师随司马懿平定亡陵之乱,同年六月,司马师以辅军大将军执掌曹卫军政大权,次年生大将军,雄才大略的司马师,最遗憾的事情,估计就是自己无子嗣了, 司马师只有五个女儿,都是原配夏侯辉所生,在封建社会,无死绝后,对于权力交接是个大忌,所以司马师不得不把弟弟司马昭的次子司马忧过季来做祭祀。 生了五个女儿,说明司马师的身体没啥问题,司马师原本可以再拼出一个儿子来,无奈原配夏侯辉出身曹卫家族,夏侯辉知道司马师心怀意志,不是真心忠于曹卫,而司马师也对出身夏侯家族的妻子非常顾忌, 于是司马师心意狠,在青龙二年,二百三十四年,毒杀了妻子夏侯辉,之后,司马师又相继娶吴氏和杨辉鱼为济世,其中吴氏很快就被废除,而杨辉鱼不知何因,直到司马师去世前都没能给他生下一男伴女, 这样,司马昭次子司马忧以次子身份过继给司马师,至司马师去世前,司马忧年仅十岁,因此司马师不可能把大权交给这个幼儿,既然司马师无子,杨子司马忧又是自己的亲儿子, 他根本不用急着跟兄长争权,最终权力的过渡还是会回到自己手上,作为身安全术的司马兄弟,应该明白兄弟争权会产生什么后果,特别是在高平灵之变后,朝中暗勇流动,反对者不少, 加平三年,二百五十一年,曹爽的党羽,司空亡灵对司马忧父子专权深感不满,图谋废除曹芳,拥立楚王曹彪为皇帝,司马忧识破亡灵阴谋。 与司马师亲征亡灵,中破使亡灵战败服毒自尽,楚王曹彪亦被逼自尽,司马师掌权期间还发生了卫帝曹芳,密令中书令李峰,太长夏侯玄,光禄大夫张基等人发动政变,欲废除司马师之事,结果计划泄漏, 三人被司马师诛杀,曹芳被废,正元二年,二百五十五年,灌秋捡,文钦等在淮南起兵秦王,反对司马师,司马昭兄弟专权,司马师与司马昭率军镇压了这起兵乱,但司马师在此意因为文央带兵席营,惊吓过度,加上眼伤复发而一并不起,在当年便去世了。 几年后,曹魏名将诸葛诞也起兵反对司马昭,被镇压后遭一灭三族,这么多人反对司马一父子,上至皇帝,下至文臣武将,可见司马师实在是不得人心。 此时这兄弟俩若为争夺权力而反目成仇,自相残杀,岂不给了反对势力以可乘之机,司马师兄弟都是当事豪雄,深知兄弟团结之重要,绝不会把父亲好不容易得到的权力断送在自己手中,司马师,司马昭都是司马懿正妻张春华所生,很早就跟随父亲司马懿,建功立业,兄弟情深,司马昭对兄长司马师是寂静又惧。 毕竟长兄如父,虽然两人年龄相差不过三岁,但司马师的能力要明显强过司马昭,高平临之变司马师处事不惊,还拿出了自己早就准备好的三千死士,反观司马昭,事变前夜竟然吓到不能安息。 加平四年,二百五十二年,无谓发生东兴之战,司马昭部将诸葛旦,胡尊惨败于东吴太夫诸葛克,司马昭已主帅失职,做侍侯,被削去侯爵,当时司马师总揽朝政,完全可以利用手中权力宽有司马昭,但他没有这么做,而司马昭事后也甘心承担责任。 接受处罚,司马师临终前,将司马昭从洛阳召回,用尽力气把大将军印信交给司马昭,亲手一言,将曹魏大权交托给司马昭,其临终之别,还是非常感人的。 这也可以看出兄弟俩的感情是很深的,司马师在事实,大权在握,总揽朝政,司马昭专士带兵作战,一人掌权,一人掌兵,相互配合。 兄弟之间两不移,精诚团结,同心协力,将曹魏大权牢牢控制在手中,为将来进代位,灭属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,自古以来,同事操哥往往都不会有好结果,但司马师,司马昭兄弟却能做到兄弟和睦。 不为权力诱惑而自相残杀,这还是非常难得的,司马师在政治才能上表现出色,他具有敏锐的政治嗅觉和高超的政治手腕在曹魏末年,政治腐败,权臣当道,司马师能够看清形势,与父亲司马懿共同谋划,最终成功篡夺曹魏政权,建立晋朝,在此过程中,他展现出高超的权谋手段和沉着冷静的政治智慧。 相比之下,司马昭在政治才能上略显逊色,他在政治斗争中缺乏足够的耐心和策略,过早地暴露自己的野心,导致多次受挫,在处理与权臣贾冲等人的关系时。 也显得过于急躁和冒进,没有充分利用自己的政治资源,司马师在军事方面也有很高的成就,他在对抗蜀汉和东吴的战争中,多次展现出高超的指挥才能和战略眼光,例如,在淮南之战中, 他利用东吴军队内部矛盾采取火攻策略,成功击败敌军。 这些战役都充分证明了司马师在军事领域的卓越才能。 相比之下,司马昭在军事才能方面略逊一筹,他指挥的战役相对较少,且没有像司马师那样取得过显著的胜利,在平定蜀汉的战争中,他虽然参与了决策和指挥。 但表现并不突出,司马师的人格魅力也是他比司马昭强的原因之一,他性格沉稳,谦逊有理,待人已成,善于倾听他人意见。 这些品质使得他在朝野上下赢得了广泛的尊重和支持,在处理政务时,他勤政爱民,连结奉公,举贤任能,注重法治,这些举措使得晋朝初年政治清明,社会安定,经济繁荣。 相比之下,司马昭在人格魅力方面略显不足,他性格极躁,骄傲自满,喜欢听信谗言,对待下属较为严厉,这些缺点使得他在朝野上下受到一定的非议和质疑。 在处理政务时,他虽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改善民生和选拔人才,但整体上不如司马施那样得到广泛赞誉,综上所述,司马施在政治才能,军事才能和人格魅力三个方面都表现出比司马昭更强的实力,他的卓越才能和高尚品质为晋朝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,也赢得了后世的广泛赞誉。 虽然历史上对司马昭的评价也有一定的高度,但相对于司马施而言,他的成就和影响略显逊色,因此可以说,司马施比司马昭强太多。 再集团